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js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开发必备工具Nodemon Nodemon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为什么要用它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话题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为什么要用Nodemon 它是干什么的 首先说 前几期我在开发Sales用程序之后 咱们每修改一次原代码 都要通过SalesLift 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才能够让代码生效 非常的麻烦嘛 对不对 那么说 有没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 当我修改代码 它马上就能够生效呢 咱们就会用到Nodemon 它就干这个的 好 那咱们就学习一下 它非常重要 我现在开发项目 就是用Nodemon 推荐给您 好 我看一下这个知识 就一个开发必备工具Nodemon 咱们先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主页 稍等 Nodemon 就是主页 看Nodemon是干什么的 它是reload 而且是自动reload 这是它小帽子 它其实干件什么事吧 是说 通过Nodemon 启动咱们的应用程序 然后Nodemon 它会去监视 咱们的原代码的文件夹 一旦咱们原代码 JS文件发生改变 那么它会自动启动服务 它就干这么一件事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好 那咱们看完了这个 就要安装 Mac的朋友加上SDo 我不加SUDo 就直接安装 就可以安装上 但是我现在的系统 因为是已经安装过了 因为我这系统 平时我要做一些 自己的开发 所以我已经安装完了 那么干什么 现在看一下 我安装的版本 Nodemon -V 大家请看 我的版本是1.17.2 应该是当前的最新版 您的安装室 可能是因为您看 我这个视频的时间 可能不同 也许您比我的版本 比较新 这也没关系 只要能用就可以 好 安装完之后 该怎么使用 大家看 需要编辑一下 咱们MyWeb下面的 Package JSON的文件 咱们马上编辑一下 这个地方 script里面有一个start 咱们系统start 用什么 用node 然后是app.js node启动的话 它肯定不会监视 咱们的文件修改 那怎么用 用node.mon 所以这地方 变成node.mon 存盘 这样的话 就能够使用到node.mon 好 就变这么一个地方 该怎么使用 看一下 用npm 空格 start的方式 start呢 就是这个脚本的start 它们俩是一对一的关系 好 咱们试试 npm 空格start 启动它 看能不能把咱给蒙住 OK 启动了 1337 咱们访问 1337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前几天建了一个page 1234 对吧 没有4 咱们你看 马上就能够启动 对吧 然后我呢 变更一下代码 稍等 我把我的这个 窗体调整一下 咱们注意看 我不重启服务 它就能够生效 看啊 稍等 我调整一下 OK 我右边是咱们原代码区 左边呢 是咱们服务器区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变更一下代码 变更谁 变更 API下面的测试文件夹 就变下咱们的这个page1算了 我把它叫page这个地方嘛 叫page1 两个1 对吧 我现在按Ctrl S存盘 大家注意看 看画面左边的效果 我存了 Go 大家请看 左边正在检测 重新编译 重新启动 启动起来 然后呢 画面一刷新 就出来了 咱们不用再一样 像以前那一样 什么Sales Lift 不用了 咱们就这样 就会轻轻松松的 完成咱们的开发 一存盘 它就自动编译 对吧 自动编译完之后 自动运行 自动运行之后 咱马上浏览器看效果 稍等 就出来了 因为根据这个 机器配置 有可能重新启动慢 这没有办法 对不对 好 非常简单嘛 这样的话 咱就不用每次 Sales Lift Lift 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NodeMon的 使用方法 非常的常用 我敢说 您只要用Sales开发 或者说 您用NodeGS开发 服务器端的用程序 是必须用到NodeMon 当然它有其他的 通类替代产品了 但是我首推NodeMon 为什么 因为我就用它 我是比较嫌用它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推荐您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我NodeGS系列视频 应该这个是最后一期 也许我今后在工作中 发现更多的一些 knowhow小知识 我可能再做新的视频 但是按照我的客舰的计划 就做到第15期 那咱们在今后 其他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